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只批准在仅能容纳10万人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集会 有关人员估计可能会有超过100万人参加集会 警方故意将会场限定在只能容纳10万人的维员 而且没有安排疏散的路线 这显然是在刻意的制造混乱 可以料定香港当局和警方会使尽所有的下三滥手段 来破坏这次集会 另一个令人非常揪心的事情就是 这次集会之后 习近平当局是否会寻找借口 派出党卫军占领香港 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 针对香港的局势 中共的舆论的口气已经在发生变化 习近平当局向香港出动党卫军的可能性似乎在减小 刚刚过去的8月15日 环球时报发表社评 华盛顿休想在香港问题上恫吓中国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还是相当的强硬 但已经能够感觉出它外强中干的本质 这篇评论说 美国方面现在巴不得把香港搞乱 把香港当成与中国战略博弈的新筹码 他们现在只会在香港问题上出坏招干坏事 怎么对中国不利怎么来 这已是中国社会对美国态度的总体判断 那么什么是对中国最不利的局面呢 当然是出现所谓的香港市民和中共当局双输的结果 香港遭到了毁灭 中共也陷入危机 按照此前中共舆论的说法 假如在香港动用党卫军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结果 这篇视频还说到 北京还没有做出立即采取断燃行动 在香港平息暴乱的决定 然而北京手里显然有这个选项 环球时报 这是在明显的虚张声势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 前两天 国内的微信上流传着一篇文章 题目是香港事件之终局 这篇文章在很短的时间内 阅读量就超过了500万 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只是在过去官方的立场上 做了一点发挥 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就是 香港事件的终局即将到来 中共将会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 镇压香港市民的抗议活动 这篇文章说 中国官方已经将激进示威者的行动 往恐怖主义上靠了 多的话就不说了 在全世界任何国家 恐怖主义会遭到如何对待 这个用大脚趾头也能想到 中国政府没有阴谋 怎么想怎么做 都会提前公之于众 而且往往是言出必行 9月1日香港大学开学 10月1日是建国七十中年大庆 时间不多了 非常奇怪的是 就是这样一篇受到广泛关注的 替中共当局威胁香港市民的文章 居然被删除了 这说明文章的作者 没有领会到中共当局最新的精神 这篇文章的作者 自称明书 似乎还颇有点自负 小说鬼吹灯中 有一个重要人物 名字就叫明书 这个人的特点是 时常煽风点火 无事生事 有时无知还要作祟 此外 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多维 也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 基调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8月16日 多维发表了文章 相比派堂 北京更应该收服香港人的人心 文章说 从全局的视野来看 中南海对香港暂时按兵不动 则是一种更可取的方案 尽管香港的乱局会持续下去 却不会蔓延到整个大陆 不会动摇中共的基本盘 这篇文章还提到 需要承认的一个现实是 香港社会存在着 比较广泛深刻的反对中共 抵制一国的共识 这种共识 又建立在对西方所鼓吹的 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信仰基础之上 文章还说 这种共识信仰和优越感 才是中共意图解决香港当前困局 以及深层矛盾的最大阻力 如果看不到这一点 以强硬手段贸然出手 或许会在短时间内压下香港的反对浪潮 但是将进一步加深香港社会 对中共对中国的反感和抵抑 未来很可能会出现更大范围 更激进的暴力的反弹 这篇文章的意思是 军事手段只能占领香港的土地 却收复不了香港人的人心 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 用党卫军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 紧接着 在8月17日 多维又发表了一篇立场相似的文章 题目是 华人学者直言 有人想在香港制造另一个六四 这篇文章是夺为 对一个华人学者的一篇采访 这个华人学者认为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 有人想把香港斗垮 香港是全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聚集了最多的金融精英 有最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 目前的上海还远远比不上香港 这个华人学者真是语出惊人 他说有些西方国家就是想在香港制造另一个六四 那样很多西方国家就可以连起手来抵制中国了 这个华人学者断定 中国中央政府一定不会出兵 一定不会由大陆的力量来动手 中国政府不会落入 激进分子和西方国家的圈套之中 这位学者的话不由的让人猜测 莫非习近平当局真的想明白呢 所以找出这样一个理由 坚决不出兵 否则就落入了激进分子和西方国家的圈套之中 那么香港市民的抗争 他们又会如何对待呢 这个华人学者认为 在过几个星期 游行示威的人数可能就会减少 因为学校就要开学了 最迟拖到今年年底的话 相信这个运动 可能就会慢慢的降温降下去了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学者指责香港特首到现在 还没有更多的行动 反而是害了这个城市 害了所有的警察 害了香港 综合这些情况 特别是多为连续刊登这样的文章 或许说明中共当局正在为放弃军事镇压 做舆论准备 当然 这绝对不是中共当局的良心发现 而是他们意识到了 在香港使用党卫军代价太大 目前香港问题在国内 已经成了一个热点话题 国内的舆论厂从最初的讳莫如深 突然改为轰轰烈烈了 显然 中共当局企图通过大陆的伪民意 来威胁和压倒香港市民的真民意 然而 国内不少的人却以为 中共当局真的准备要在香港动手了 明书的那篇 香港事件之终局 无疑就反映了这个情况 其实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在意过民意 尤其是在中共舆论的煽动起来的民意 中共当局恐怕从内心里就更加蔑视 这些伪民意 活而反日 活而反韩 一哄而起 一哄而散 在中共看来 这不过是一群被操纵的木偶 对于那些投机者来说 他们不过是在配合中共当局在作戏 所以大可不必担心 习近平当局会受那些伪民意的要挟 习近平当局做决定的时候 最不在意的就是国内的民意 就在中共当局调动武警部队前往深圳之后 美国有多名政要强烈警告中共当局 美国中医院议长佩洛西宣布 要在数周之内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 这将对香港的前途造成重大影响 不仅美国国会两院的领袖 都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和声明 川普也多次提及香港问题 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更是发表讲话 警告中共 不要制造新的天安门事件 否则将会犯下大错 这位国家安全顾问说 美国国会目前群情激昂 中国如果迈错一步 将会在美国国会引起爆炸性反应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中共的政治局委员 习近平的外交部门杨洁篪 在事先没有宣布的情况下 在8月13日突然访问了美国 在美国的纽约和美国的国务卿会面 而中美双方对这次会面 都只做了非常简要的介绍 完全没有涉及到会谈的内容 可以猜测 杨洁篪突然到访美国 应该和香港的局势有直接关系 很有可能 美国事先发现了中共当局 进行军事调动的迹象 并对中共当局做出了严厉的警告 和相应的反制措施 因此习近平才急忙派杨洁篪 到美国进行沟通和解释 中共实际上非常清楚 香港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内政问题 美国及西方国家 是否将香港当作独立的关税区 这对于香港的前途至关重要 所以中共当局不得不和美国进行沟通 除美国外 还有多个西方国家 也对中共当局做出了警告 敦促习近平与香港人民对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国际舆论的转变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就像前边那个华人学者担心的那样 西方国家一旦联合抵制中共 这对中共当局来说将是一个灾难 环球时报的社评 华盛顿休想在香港问题上恫吓中国 这篇社评宣称 中共在考虑是否对香港采取行动时 华盛顿和西方的态度 肯定不在考虑的前几项当中 环球时报的这种表态 不过是在用表面的强硬 来掩饰他们内心的心虚 前边我们提到的明书的那篇 香港事件之终局的文章 也提到了川普对香港问题的介入 而且其中有段话很是有趣 文章说 香港人应该知道 在川普的领导之下 美国是靠不住的 川普现在面临着连任的生死攸关的考验 据一些从美国回来探亲的朋友介绍 川普连任与否 不仅仅关乎他个人的政治生命 也关系到了他们家族的生死存亡 他得罪的人太多 他留下的漏洞太多 一旦下台 很多人都会找他算账 明书这段话给人的感觉 怎么不像是在说川普 倒像是在说习近平呢 习近平作恶多端 一定有这个顾虑 一旦下台 家族可能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 所以他习近平要搞终身制 而川普就算是连任成功 也只能再干四年 还得下台 民主制度决定了 这里不会存在什么生死攸关的考验 更不至于关系到他们家族的生死存亡 这篇文章说 为了连任 川普必须解决中美贸易战 这个时候他对香港事务既没有兴趣 也没有动力 这句话也就意味着 这个作者清楚 如果川普对香港事务有兴趣 有动力的话 那一定会给中共当局形成不小的压力 其实川普是否对香港事务有兴趣 这并不取决于川普他个人 关键是中共当局在香港动用党卫军 关系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一旦关系到了国家利益 作为国家的首脑 川普本人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美国的主流舆论认为 香港不是天安门 武力干预必将代价惨重 北京并不便轻举妄动 如果中国进行武力镇压 香港的资本和人才将会外流 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与金融中心的 国际优势地位将会丧失 这是北京不可承受之重 美国主流舆论的这个判断 应该有一定的依据 此外 美国还能对中共展开经济制裁 以及对中共的高层及资深官员进行制裁 这样不仅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保不住 就是整个中国的经济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假如美国和西方国家 统一限制对中共出口芯片 那么类似中兴公司华为公司 甚至整个电子工业体系 很可能就会无法维持 所以习近平当局 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愤怒 小心翼翼地处理香港的局势 另外 香港还是中共权贵集团 探向西方世界的桥头堡 是中共权贵集团 赖以生存的极其重要和宝贵的资产 对于香港人 特别是那些精英来说 中共对香港自由的侵蚀 无疑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其实香港很多精英 乃至企业和机构 都已经开始撤离香港了 如果中共当局不放弃对香港的剥夺 未来可能会再次引发巨大的移民潮 不仅超过100万 拥有外国国籍的香港人会离开 大批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都会走人 在香港事件之中局这篇文章被删除之后 明书又推出了另一篇文章 关于香港问题的十个判断 他认为香港问题的本质是 香港人是不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香港人是不是认同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 生活方式和发展成就 随后明书自问自答 香港新一代年轻人对国家缺乏认同 对国家选择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缺乏认同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于香港新一代年轻人对国家缺乏认同 他认为原因在于香港虽然号称信息自由 但一些香港年轻人心知闭塞 进一步来说 他认为香港的媒体和教育的现状必须改变 也就是要加强爱中共的教育 明书的这个判断完全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 缺乏基本的客观 特别是对香港青年的贬低更是毫无道理 香港青年的素质和教育程度 不要说大陆受中共毒害的年轻人无法相比 就是像明书这样颇为自负的中年人 也根本无法比拟 但是明书的文章从侧面告诉了中共当局一个事实 依靠军事暴力 根本就无法解决香港的问题 因为绝大多数的香港年轻人 从思想上 从他们内心深处 不认同中共的制度 这是反送中运动的本质 习近平当局可能不会派遣党卫军去近战香港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进行其他方式的镇压和破坏 他们一定会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 去分化示威者 制造红色恐怖 让香港的市民放弃他们对自由的向往 最近这些天 已经有多名的香港学生领袖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生命威胁 甚至有人发威胁信说 如果你不到警察局去自首 你跟你的全家都将会被秘密谋杀 信上并俯上了学生领袖的住址和家人的名字 只不过当局使用这种卑鄙手段 只能引起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鄙视他们 中共当局现在是试图通过拖延战术 让香港的市民感到疲惫和绝望 最终放弃抗争 中共的这个轨迹一定会失败 面对200万市民的正当诉求 香港当局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在道义上香港当局已经处在下风 可以说香港问题拖下去 最先崩溃的肯定不是那些积极抗争的年轻人 而是负责镇压抗议市民的香港警察 毕竟香港警察的士气早已经低落到了极点 稍早的时候 在海外也有类似香港事件之终局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香港事态将会以悲剧收场 这篇文章认为 和平理性的抗议已经被激进势力裹挟 严重影响了香港的经济 社会秩序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 远远偏离了原先的运动轨迹 北京已经做好了出兵镇压香港的舆论动员 和相关准备 眼下只是在等一件事情的出现 也就是在等一个标志性事件的出现 其实中共是否决定镇压 和运动是否被激进势力裹挟 毫无关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如果只是几个年轻人进行所谓的暴力活动 那中共当局反而会不在意 恰恰是数百万人的和平抗争才让中共当局感到了恐惧 况且香港的抗议运动也并没有被激进势力裹挟 相反那些被称作激进势力的青年人 恰恰得到了绝大多数的香港市民的理解和认同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反映了香港的主流民意 毕竟是香港当局完全无视 几百万市民的基本诉求 才逼迫一些年轻人奋起反抗 尤其是这篇文章提到 北京和习近平已经感受到了 他们在香港问题上过于克制的民意压力 内地的民意对香港的抗议活动早就高度不满 对北京迟迟迟不敢采取强力手段 解决混乱极灭 使之被软弱 显然这篇文章的作者夸大了国内伪民意对中共的意义 至于习近平本人 在涉及到领土领海等重大的问题上 已经多次违背民意 表现出了极端的软弱 事实说明他习近平并不在乎那些民意 如果中共当局真的对香港市民的抗议活动进行暴力镇压 这肯定和中国的民意毫无关系 这篇文章还判定香港世代将会与悲剧收场 实际上它是基于一个假设 独裁者永远强势 肯定会压倒反抗群体 事实上习近平目前面临的处境 可能是中共自入主中原以来最严峻的 特别是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 让他并不能无所顾忌随心所欲 就这一点来看 香港市民的抗争绝非注定将以悲剧收场 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